謝謝大家這次 每次GDC分享會其實議程都還蠻多的 大概三四個小時的長度 那大家願意留到最後一場 好 那我們 這次要講的題目大概跟網民 就是網民有來過 我們同樣的GDC分享會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最後會分享一場 跟GDC那邊看到比較跟實驗性遊戲 可能它沒有什麼商業價值 可能是看起來 你用台灣正常做遊戲的角度去判斷 你會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像在做遊戲的這種 很奇怪的模式 那但是 GDC那邊確實有展出發表很多很不錯的作品 那每年都做一些整理這樣子 那這次我們也會特別介紹O-Control 這個GDC這個展覽的部分 那這邊就先請我同事 昆偉來做分享 謝謝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那 首先在進入講 Auto-Control GDC這個展覽之前呢 想先來講一件事情 等一下 為什麼 你做什麼事 你做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你需要在哪裡 那就是經驗GDC 它 往年都沒有經驗科學出現了一道 就是世界地圖 然後你可以去旁邊拿一個小圓標 然後 就提亮說你來自哪裡 然後還要展現說 就是這個GDC是一個非常群球性的活動 那有來自群球各地的人都來參加這個社會這樣子 但是 就大家知道 地球是圓的 那 當你把一個圓形 就是畫成平面地圖的時候 那這種投影板叫做奈卡國投影板 它會造成高緯度 就是那個面積被不正確的放大 好 那 那 就是 身為台灣人 當然很在意 就是 台灣 就是要先把自己的那個 比如不要提到台灣嘛 Question is Where is Taiwan? 好 呃 好像在這附近對不對 但是呢 我就發現說好像 這大家就突然間正直分歧 這個 這個點是台灣嘛 還是下面這個三個點才是台灣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到底哪個點才是台灣 好 理論上 展開應該很簡單啦 但是為什麼 好像 就是 剛剛是火龍開始第二天的時候拍的照片 那 這是火龍最後一天的時候的照片 那我來看一下 嗯 嗯 這是 這次菲律賓好多人來 吉利西亞 這是旅宋島 這不是台灣 這是旅宋島 台灣是這裡 好不好 那 據我所知很多台灣去人都提到這台 對 但是 呃 我不會怪他們 對 因為 事實是說 大家 應該說 很正常的觀念會覺得說 台灣跟中國大陸是 中間是有台灣海峽的 但是沒有意識到說 當你用了不正確投影法 加上你用了很低的解析度 就是故意做Pixel畫 一個 好像是一個很風格的畫 而且很符合遊戲畫的設計的時候 會出現台灣海峽 消失的這件事情 對那 那 我今天 特別 就是新增 其實這本來不在我議題範圍之內 就是特別拿出來講 就是說 呃 第一我希望大家就是 多 正確認識 不只台灣的地理位置 還有台灣桌邊巡島的地理位置 這樣你就不會把旅宋島給台灣島 好不好 對 那第二就是你要認識到說 就是 中國跟台灣真的很近 對 不管你對中國的觀點是好是壞 你都要意識到這件事情 真的很近 對 所以 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 你都不能忘記這件事情 好 進入正題 那 今天我要各位介紹的就是 Auto Concord GDC這個展覽 那這個展覽也是 就是 Auto就是 改變的意思 那Ctrl就是 控制嘛 所以就是一個 非典型的控制方式台灣遊戲的一個展覽 那它也是 每年都會向世界各地爭劍 然後 入選的就在這邊展出 那 呃 總共展出的數量大概20款左右 當然 時間關係還有就是 就是 當天我可能有某些遊戲沒有玩到 所以今天就是 介紹大概其中的9款這樣子 那 第一款是 其實 就是現場我最喜歡的遊戲 叫做Walber Garden 呃 就是比較一日的光圈來進行遊戲 那這個最簡單的就是 就是直接看影片 那它有兩種模式 這 這是 就是 沒有遊戲的複動模式 可以當作一種陰光玩具來玩 那 那它現在會進入遊戲模式 那這遊戲模式就是 你要 一個一個去移動你的手 然後到 就是把所有 綠色光點都採片了 然後過關 來看看B關是最簡單的 那接下來的光卡會出現 這個是紅色的演漿 就是你在移動的過程中 你不然去跑到紅色演漿 不然你就輸了 那就是 要去繞過紅色演漿的部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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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綠色光點 對不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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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現場還有發送這個 就是 我不知道 它叫什麼 也不叫3D眼鏡 叫什麼 柯耀眼鏡 就是 呃 那你戴上眼鏡之後 你就會發現 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 就好像柯耀一樣 給它 就是 就是 帶這眼鏡來玩這個遊戲 就是效果加倍這樣子 而且 就是這眼鏡它背後就是 同時有寫上它的 遊戲名稱跟聯絡方式 就等於是它的名片這樣 所以就是不用緩了 對 就是 有人就是玩溫柔座的 要不要緩了 這是它的名片 非常酷 好 那這款遊戲就是 Mug Wars 那這款遊戲呢 是 用麥克比 用麥克比來玩的遊戲 就是 你有一個 右腳方格狀的 雖然遊戲區域 然後 有兩個玩家 分別就是從 有兩個起點 然後你要 走到這個終點 然後就是要讓你的 這個 它其實應該是用那種 桌上型掃列機線的硬體才可以改的 然後加上 就是 CAMERA微型的攝影機去判斷說 它的路徑上有沒有被麥克比畫過 然後如果有被麥克比畫過的話 就可以前進 不然的話 就會往回走 那 遊戲的 目的就是 你要 兩個人互相去畫這個地板 然後看誰先走到終點 對 那你畫 你畫就是 第三次條線的時候 你也 不一定說要畫 就是跟你現在的地板 相連接的地方 其實你 整個地板 你都可以畫 除了你開始 預先設定好幾個大 插一張式 預先設定好不能畫 對 你可以直接去畫對方的線路 讓對方走 就是 讓對方變得繞圍路 這樣子 反正 假如是 呃 它其實有算有手機輔助 可是這這邊是一個計時 就是 就是看現在是誰回合 然後就在那個時間之內 去把這一部號 不然就換下一個玩家 對 那這部分是 沒有 意義性的 就是 去做限制 所以說 就是看玩家自己要自己回 這樣子 對 那個掃地機器人的 它的 行動其實 看過程度上 它的時間上還蠻準的 那它遇到插入的話 就是完全等等 就是 大概是5%5%的機率 會往哪邊走 這樣子 對 你可以去 畫對方的 線路 讓它去繞圍路 對 但是你不可能直接把 麥克品去戳到對方的 底氣 放暗鬼 你這樣放暗鬼 那 呃 其實 會碰到一個情況是最後 然後 可是現在這場其實 兩邊都沒有去走到終點 它是 走到一半撞在一起 然後就 就 之間就停住了 那這樣也是一種判斷深步的方式 最後它是說 或是看誰的 就是那個飛行器的尖端 就是尖端會側面 所以 吹臉實 這樣子 好那 那這款是叫Voice Ball Voice Ball呢 就是 顧名思義 用聲音來玩球 對 那這個也是很簡單 就是看來就知道 他的規則就是 基本上是跟那個 就是 桌上型足球是一樣的 但是 你去操控你的 對 就是 就是 踢球方式是靠你的生活 好 我喜歡你 這個團隊比較特別 它是來自日本團隊 那我不知道今年那個台北電玩展的時候有沒有注意到就是有一個也是來自日本團隊 然後他們展出的作品是用那個吸收爐的瓶子去玩射擊遊戲的 應該如果有人有印象 其實他們也有在同一個會場展出 對 這是他們用來遊戲 這是他們的團隊這樣子 那這款遊戲就是 大家看來也是很清楚 就是你是拿一把大剪刀 那就是你 感覺上有點像是扮演那個 鬆塔裡面那個拿剪刀的殺手去 去進行就是左迷宮 然後殺體這種感覺的遊戲 那移動的部分是他在那個左手的就是 手法上是有放在一個 有放在一個類似方向 那個剪刀非常重 但是剪下來很爽對不對 但是他可能會有的 而且在一個領袖上有限 對抗刀的地方 沒有放在一個槍 也會有放在一個 那個牙齦 那個牙齦 沒有放在一個 pregnant 那個麵 這個地方 是 下場的戲叫Punker the Frog 就是灌青蛙的遊戲 我發現這個遊戲的名字都很難翻譯 但是就是看來就知道 對 你的控制器是一個打氣台 然後你控制的角色是一隻牛蛙 然後你打氣台就會變大 你就是要適時的去灌氣或者是消氣的 來通過這個地形機關 像前面路比較窄的路比較窄的路比較消氣的 下場的戲叫Board Party 這款遊戲它不透過螢幕 它就直接是透過手上的device進行遊戲 它的玩法就是你手上的device它會發出亮光 當發出亮光的同時 有兩個bot同時發出亮光的時候 手上拿著那個bot的玩家就要 一直做自己接觸 手碰手之類的 然後當你去成功接觸 它就會發出營效提示說很動 那當你去搖動這個bot的時候 它就會讓遊戲的節奏加快 下場的地方 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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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機器人就是看來臉部看起來是有按鈕 不過據說那個按鈕其實只是總是有它沒有意義的 好那下一場戲叫我Hi-Fi Heroes 那這場戲跟剛剛那個遊戲一樣都是用MekiMeki 就是一個算什麼可以導電的東西 能夠讓它去導電它就可以建立成功的就是有效的按鍵這種感覺 那這個Hi-Fi Heroes 它玩的時候應該是就是它聲音只用耳機播出 所以你如果直接去側錄的話會非常無聊 所以我這邊播的是它的Trailer 它的玩法就是在就是你聽到音樂很明顯的指令 它指令的時間你需要做Hi-Fi 或者Lo-Fi 或者是它各種它指令的動作感 When Hi-Fiving Timing is Important Hi-Five Your Partner When I Say Go Hi-Five Ready Go 3-400 E-Five 4-600 E-Five Now, Let's try a low-five This time you will be on the The top Low-5-bottom Ready Pull Okay, Now let's have some fun If you hear me, Say Two Slow Pull your hand away at the last moment 其實Making,Making,Making控制套件 他只能判斷說就是電路有沒有透 就是你跟兩個玩家是在有沒有構成一個迴路 對 所以他只能判斷說就是電路有沒有透 所以其實你不管你是HIGH FIVE還是FISH BUMB 其實遊戲本身才是你辦法判斷的 只是說玩家你通常都會很樂意的去 機動指示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不會自己作弊啦 或者說大家其實沒有想辦法多 就覺得真的那麼神奇 可以去判斷你到底是HIGH FIVE就算了 那下一場戲叫做POPPY PANDEMONIUM 它是一個互動的劇場 它同時可以和很多人玩 就是下面的人當觀眾同時也是玩家 那最主要是有兩位玩家要當主持人 同時扮演兩個POPPY去控制整場秀 那玩家是要就是要帶子電麥克風 那麥克風其實應該有做拼音器的效果 所以就是聽起來就真的很像那種玩偶劇裡面的角度在說話 哇哇哇哇哇 widz竟 大便在裙子 我從來 kans快點 很大所以 天才此 我太濚勁了 駡勁了 我們去開一次 還istas Skeeps! This is a snake! The hudging green point is a russian proof! This is a snake! 這段遊戲設計的概念就是想要讓玩家手上的調控器是一個人偶 然後用演人偶具合的方式來進行遊戲 同時進行一個跟以下其他玩家有互動 其實它的遊戲類型有非常多種 剛剛只是看到前往設計遊戲是一種 同時還有非常多類型的遊戲 今天我介紹的最後一個遊戲是叫做2man captains and not enough wide 這款遊戲就是一個玩家扮演一個戰艦裡面的負責接各種控制線路的一個操作員 但是你會面對著非常多的扮演船展的玩家 船展可以有無限多的 因為控制員他是背對著遊戲畫面螢幕的 所以他不知道下班什麼事情 他所能做的就是完全聽從船長的指示 但是因為船長有非常多人 所以就變成一個人多嘴閘的這種 玩起來很困難的一個情況 好那接下來就是請看影片 有我們的IG T-SHIRT 美少女女才參與大家示範 對 它遊戲就是有設計 然後有移動上下 然後有修復轉件 跟那個防護罩 但是同時只有接上那一條線路的顏色 才會就是有兇作用 例如說你現在接上紅色的線到那個 射擊才能射出紅色的子彈 那只有紅色子彈才會這個 紅色的頂級產生作用 很亂喊說亂更要亂的 在旁邊 這是ő詩 微軟筒 即使使使使使行 防護罩跟敵方的攻擊也是有對應的 就是你相同顏色才會有小效果 OK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紹的PotoControl的四款遊戲 接下來就是請教肯來介紹EGI的部分 感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那個Experiment Gameplay Workshop 今年的展出作品 那今年展出作品其實他們為了好像應該是省時間的關係 因為往年他們介紹的作品數量都太多 然後兩小時的議程都會暴增到三小時 所以就是今年好像有砍一些內容 那所以我接下來會每一款都多少帶到一點 那有一些我會真的就是看不懂 那我會說我看不懂 那每一年就是 就是這個議程最難的地方就是在排隊的時候 因為他下午一點半開始 可是通常我們都要十二點半就要去排隊 然後我十二點四十幾分到的時候就是外面已經長這樣 而且今年的場地又縮小 那總共應該也是有大概七八款遊戲 那我在這邊就是同意做一個簡單的介紹這樣 有些會試玩 那第一款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大概是今年 應該說每一次你去GTC或是看IGF 還是你來這個實驗性發表會的現場 你大概都會至少看到一到兩款遊戲 就是說讓你在遊戲設計的視野上 或是說你這種有一種靈光一閃 之前都沒有想過這種玩法的設計 那八八西如這一款 大概我覺得就是最符合今年這個敘述的一款作品 那今年也是IGF的 算是得獎作品之一 那作者是這一位 那我這邊因為就是 這款遊戲它其實最好是從一個 Nordley Game Jam出來的一個Game Jam作品 那它的Game Jam版本其實是有 直接免費開放在HIO上面可以下載的 所以就直接看一下demo 那它的關鍵就是說遊戲內的所有規則 都是基於你看到的這些短敘述來構成的 所以現在是 爸爸是這一隻 那爸爸是U 所以你可以控制它 然後如果你把U推走 你就不能控制它了 對那 那現在它就說Flag is Win 所以你就走到Flag 就贏了 那像這一關的話 就是它Flag is Win 這關的規則沒有做起來 所以你就要把Flag is Win推好 所以它就把 長庫翻的規則很巧妙的 跟這些遊戲基本的 更底層的機制做起來了 那你這樣Flag is Win 你去踩Flag 它才會有效 那這關的話是 一開始你就在牆裡面不能動 那它這邊有一個敘述講說 Wall is Stop 那你就把Wall is Stop 你就把這個推開 那牆就可以過了 那像這一關的話 稍微麻煩一點 就是你看到 有更多的規則出現 有石頭有水 那它的規則是說 你石頭推到水裡面 它會變成陸地可以走 然後你不能直接走水 可是現在是你要達到棋子那邊 你現在只有一顆石頭 但是水到最短都要有兩顆才過去 那你過不去怎麼辦 所以重點就是不要推石頭 你就改成Rock is Win 然後你就去碰Rock 這樣就贏了 對那像這一關的話 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譬如說 它 旁邊要圍岩漿 那你可以把岩漿推過來 然後 譬如說 可以這樣推 然後 Rock 意思拉法 就Rock都變拉法這樣 按蛋頭就死了這樣 走走走走 對那 這一關基本上規則也是跟剛剛一樣 不是你要 就是 想辦法做成Rocky's Win 那你就碰石頭就贏了 那這一關就 這一關就非常的 微妙 這一關你要想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Wall is Start 然後你現在 在困在這邊 而且你這個 褲子頭不能走 那 你首先是要想辦法先解除 強力的限制 所以先把Wall is Start 推開 那你這樣可以走到牆外 那可是接下來 你還是沒辦法碰到棋子 怎麼辦呢 所以 有一個做法就是 加一道規則 說 Wall is you 然後現在你就變牆壁 然後 你剛剛看到我動一次的時候 其實我有死一格 因為我現在是牆壁 然後我 我現在碰到那個紅色的褲頭 我會死 所以牆壁有損失一格 可是我也可以用牆壁直接去碰棋子 然後就贏了 對 那像 那像這一關 這一關就很微妙 這一關是一開始你就 啊我不能走 其實它 它並沒有Wall is Start 的規則 可是很多玩家會一開始就 就在 就在這裡面畫一畫 我覺得說我都不能動 但是其實 遊戲沒有跟你這規則 你可以直接走出去 對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那現在正在做 就是 呃 就是 就是商業版的開發 那就請大家多多期待 應該是今年真的會推出 對 那就是商業版的畫面 有稍微精緻一點 但是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玩法 那接下來這一款 呃 它沒有名字 它就是一個在開發中的作品 叫 Untitled Goose Game 就是一個跟鵝有關的遊戲 那 呃 開發團隊叫House House 他們 之前有做過一款 也還算小有名氣的獨立遊戲 叫Push Me To You 是一個很 很 看起來有點噁心的 同樂遊戲 對 那 他們現在新的這款遊戲 其實用嘴巴講 因為它其實 裡面有很多搞笑的內容 那用嘴巴講就不太好笑 就請大家直接看 看影片 那 那玩家的目的是 你要扮演這隻耳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所以有一個To Do List 你要做這些事情 那譬如說 他就要跟你說 你要想辦法進到花園裡 然後農夫就會覺得你很吵 他就跑過來趕你 所以這遊戲就是在跟農夫 做 中間做很多很 很搞笑的互動 河西的遊戲機制其實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熟悉 就是 其實就是逆裝遊戲 它就是一個 就是算是Stealth Game的變形 那玩法不是殺敵的 但是玩法就是 你要用這隻耳去做一些很 摸你什麼樣子 而且我覺得大家可以體會一下 就是這個影片 我覺得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音樂配的想法 然後就是 所以我的其中一個目標是 是要讓他 帶另外一領域 好 字幕提供 蛤蛤蛤蛤蛤 然後所以有人說這款遊戲應該叫Metal Goose Solid 對也是MGS 好那 接下來這一款其實議題比較嚴肅 它看起來畫面就有點可怕 但是它就是在講一款算是心理壓力 跟一些精神狀態 有些是心理狀態有些是精神疾病相關的一些問題的 真實生活體驗的一些故事 那它就把這些故事放到一個算是各種故事的集合 就是你看它很多不同的配局這樣 那 老實說因為這款遊戲就 它介紹的時候我就聽不太懂 那 就是 光看這個畫面我自己也是不會想玩 所以 就 我會跳過 對 那 這個作者它其實在HIO上面有非常非常多 就是一些 把它自己的敘事經驗 還有生活經驗放到遊戲裡面的一個 呃 成果 那當然大部分是沒有商業化 就是一些小遊戲 那就是把遊戲當成一個 一種 表現的 藝術表現形式來 來 發揮而已這樣 對 那 就是畫面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東西出現 也有很可愛的東西 對 對 那 接下來這一款 叫 Noita Noita是 呃 三個不同獨立遊戲 開發者 他們合併起來開一間公司叫Norah Games 之後一起要做一個比較大的專案 那 前面那個88 is U的作者 其實也是這個團隊裡的成員之一 那 這位開發者 他其實 之前就是做過最有名的系列就是 Crayon Physic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大概2007、2008年的時候很有名的一款獨立遊戲 那是 大概在最早大家剛開始談論獨立遊戲這個名詞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出現 就是就在做這個遊戲 那他的 最大的特色是說 他遊戲裡面所有的內容 呃 到 就是小到每一個Pixel 都是有物理計算的 所以譬如說 你這個3是用一堆Pixel堆起來的 那 你可以把它炸掉這樣 然後炸出來之後 上面會冒出一些像蒸汽或是水噴出來的東西 就是每一個Pixel都有互動 然後譬如像火燒的時候它是 假設旁邊的東西是草 是可燃的 那那個火就會一直連續的燒下去 那這個我後來有跟開發者 熬到一個demo版 所以 就是 可以 試著往往看 那遊戲是一個 呃 Rope-like 爬地層的遊戲 它就是你要一直往下爬 所以乍看之下會有一點點像Terraria那樣的遊戲 但是其實它沒有建設性的 欸沒有建設的相關要素在裡面 它主要就是 玩家是一個法師 你可以 去檢取不同的法杖 然後想辦法 就是 一直往下打就對了 然後現在是說就是 我頭上有一個水滴 就代表說我現在身上是濕的 所以我現在 抗火能力會稍微高一點 然後它飛起來像皇帝 然後它最後就是它法杖系統 它法杖其實是 就是你可以把法杖的元素互相切換 譬如說這邊是一個 呃 就是 即動的立場 那你可以 把它放在第三根法杖上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 第一根法杖上 那如果是這樣放的話 就會變成 這個法杖的行動數就會變成 是攻擊攻擊 然後冰凍一次 然後下次再變攻擊攻擊 可是我現在冰凍次數只能移 所以應該就是只能冰一次 所以就是法杖有一個 算是複合的系統 所以就是法杖有一個 所以看到那個牆上噴出來的石頭 那個是它地形真的炸掉 所有東西都是有物理計算的 然後 如果你有些身上有一些異體 不管是 酸或者是 血還是水 它都會就是蒸發掉這樣 那我快挖了 呃 開發者在demo的時候 他有開一個就是 比較多功能的版本 可能就是直接秀那個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他的物理性可以做到多多誇張的程度 可能就是大家看 看這個影片就知道 就還有一個黑洞發射器法杖 哇 然後現在是要放一個就是 會噴酸的法杖 所以它放它那個法杖 只要使用一次就會出現一堆酸 然後這個酸 碰到可蘭物會燒起來 所以那個火就會一直延燒 然後這些 酸噴出來的氣體都會繼續延燒 所以就是整個遊戲裡面 有非常多的物理性技師 都會同時一直在互動這樣 那所以這款遊戲已經算是 近年來在EGW比較少見的作品 就是它是 用非常強大的技術力 去展現一些 你以前沒有這個技術 是沒有辦法 實現的一些玩法 那它就是地層非常非常的龐大這樣 好 好 那再下一款 好那接下來這款遊戲 呃 是 叫Time Watch 然後 因為它是一款 呃 我不知道能不能算團戰 因為其實都是 嘖 好我從去解釋好了 就是它這款遊戲的概念是說 在一個 Arena裡面 然後 遊戲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一回合可能只有十秒鐘 然後你要在這十秒鐘 去 就是搶分 那 這個遊戲最大的機制是說 你可以回溯時間兩次 然後每次回溯時間之後 你會多出一個分身出來 就是 你第一次做的行為 跟第二次做的行為 會變成兩個不同的個體 然後這兩個個體會互相影響 那就聽起來是非常 很難以理解的 的 玩法 那可能看一下影片 看有沒有人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影片也很難懂 因為其實影片也很難懂 就它現在的狀況是 就它現在的狀況是 呃 就是現在是 你控制的是第二個角色 是 你剛剛第一個角色分離出來 就是你回溯一次時間之後 第一個你現在在畫面上 然後你現在控制第二個 但是現在還有 它還有第三個分身可以用 那你看 大家注意看下面的時間其實很短 就是這一場回合只有八秒鐘 那就是八秒鐘裡面 可能你要想辦法 就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 replay 兩次 總共有三條命 那就是這三隻角色 跟敵方的分身角色 要產生一些 互動 來 想辦法 比如說把對方的 把對方的分身都殺掉 然後你去搶到中間那個 亮起來 就是要搶分的地方 那 實際對戰的時候就是會更混亂 比如說現在是有藍隊跟紅隊 然後剛剛 就是紅隊拿到榴彈槍 就是發射榴彈 把藍隊的兩隻分身 同時在那個計分台上被幹掉 那 那 現在 藍隊的玩家他能夠做的事情是 他可以直接衝過去把榴彈槍搶走 那紅隊本來要拿榴彈槍的人 他就拿不到 所以他就會沒有辦法 這個人就沒辦法開槍 那 兩個藍隊的人就會在 得分板上面 就不會死 這樣 然後就這樣得一順 那 大家就可以知道這個遊戲機制 他不是一個適合玩很長期的遊戲 所以他都是一場都只有 譬如說八秒鐘十秒鐘 然後就是 你要用很複雜的時間機制來 就是取勝這樣 好 那接下來這款 其實講起來並沒有非常特別 只是 呃 就是 委內瑞拉的團隊 用風水為題目 做一款解謎遊戲 然後他真的就是 在解釋 我們熟悉的那個風水 就是譬如說你床要放哪裡 然後床放哪裡 有理由是什麼 然後就是要 擺放出一個 適合的 房間格局 就對了 然後這個就是 就是 這四方嘛 那個青龍竹雪 百五軒五 對不對 然後譬如說 露衝 還是說 這開發者他們 因為在 委內瑞拉那邊 好像就是 今年沒有辦法前去GDC 所以他們是直接用 影片的方式做介紹這樣 然後有比較複雜的關卡 就是譬如說這個 Living room 要怎麼擺你的 就是 主位 然後客位 然後 對 然後房間入口在哪邊 然後桌子要擺哪裡 然後這樣子會 就是 依照你的這個風水格局 好不好會給你算一個總分這樣 其實我本來想說這種遊戲 應該一堆人做過 可是 查了一下之後發現好像 做成 完全像這樣子 就是做 室內設計裝潢的這種遊戲 好像還沒有 對 所以蠻特別的 對 那接下來 呃 是 LUNA這款遊戲 它並不是 最近才開發出來的作品 它 其實就是說 呃 因為LUNA的 主要開發者之一 其實也是EGW的主辦人 那他就想說 把他們開發這款遊戲裡面 實驗的過程的一些經歷 在這個場合上跟大家分享 那這款遊戲是一個還算 就是 設計算是很不錯的解謎遊戲 然後 玩起來非常的輕鬆 也不會需要很高度的護 就是 那種動態不會讓人家覺得 玩家覺得不舒適 而且音樂做得很好 那這款遊戲在今年的台北電玩展 有來 呃 Indie Festa區域展出 然後也有得到最佳比獎遊戲的獎 對 那他們這次是請到 呃 他們團隊裡的音效音樂設計師 去講解說他在Protite的過程中 如何把音樂音效的元素 跟他VR要做的一些互動要素要綁在一起 對 那譬如說他圓形卡的過程 像這是其中一個版本 欸 這是其中一個 互動模式的 原型的版本 就是一開始他可能想說 就是一根東西可以轉 然後 然後遊戲的主角是一隻鳥 就是 鳥會在旁邊看你轉那個機關 然後就是 慢慢做Protite的 然後 就是他這個時候其實是 你去推那個圓桿上的橫桿的話 其實是會發出一個音效 那那個音效是有音階高低這樣 那就是 呃 一面再用很粗糙的 模型去設計的時候 他就可以一面去 嘗試說這個音效設計可不可以 那其實這個跟 前面小光提到的 就是 你把Music還有Audio跟Gameplay結合起來 我覺得算是蠻重要的一個步驟 就是 音效師音樂 配樂者 在很早期就進入遊戲團隊的話 他可以 在這麼早期就開始 針對這個遊戲 做音樂音效的特化 那你這樣的遊戲的 整體 音樂音效的表現 才會跟Gameplay綁在一起 那剛剛 剛剛這一個版本 就是還是看起來很粗糙 那最後的 最終版本是長這樣 那後面還有說 譬如說他裡面有一些寶 是你要可以佈置一些樹 在上面 或是你可以擺一些景物 那 譬如說樹在拉高的時候 那個 本身會有一個爬音階的效果 這樣 這樣那種爬音階的效果 那 當初也是 就是先用一個很粗糙的Portile去做 然後才慢慢完成畫 那像這個版本是 欸這個模式是 他 遊戲中的另外一個橋段 就是每一個解謎 結束之後 要進到下一關之前 你要做一個儀式的這種動作 那 這個動作最早其實是 完全在iPad上做Prototype 但是其實他遊戲根本就不是出在iPad上 那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設計 那所以這個才是最終的版本 就是最終的版本是 你要拿VR控制器 就是在這個鳥身上畫圈 那原本的原型可能就只是在 就是iPad上面做了 這樣子的簡單的概念發想 然後 嘗試 實驗效果 這樣子 那 那 他就是說其實 呃 用很粗糙的Portile 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你 就是 這個遊戲核心的要玩的點在哪邊 然後音樂音效很早就可以進去 而且在VR裡面 有 很 算是relaxing的音樂音效 其實對整個VR 體驗是蠻重要的 就是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UB恐懼症戴上眼鏡 然後音效可能做得不好 那 那個 體驗就會非常的差 那 在接下來這一款叫Freeways 它也是在 那個HIO上面已經可以直接下載的作品 那 開發者是這一位 那這個開發者 他說他要做這款遊戲的 最大的靈感來源有幾個 那第一個是他在英國那邊看到一個非常酷的圓環 其實這圓環是有一個專門的名字 叫Magic Runabout 就是叫魔法圓環 它圓環的設計是 有一個很大的圓環 然後每一個圓環 有五個出口 每一個出口都還有一個小圓環 所以你開進去之後就是要這樣 對 就是要 那 聽說這個圓環的評價是 第一次看到的駕駛都會很害怕 但是 就是 實際開過之後就發現其實這邊的交通很順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那 另外就是 另外一個很大的靈感發想來源 就是像City Skylines這種 都市建設遊戲 那 有玩過City Skylines的人 應該說你以前玩過Sim City 然後後來又玩過City Skylines的人 應該就知道說 City Skylines它在交通的規劃上面 做了非常非常多細節的琢磨 因為它 這款 就是那個開發公司 它原本的前作就是一個交通模擬遊戲 但是其實這個遊戲它 要做像 因為這個高速公路 是我之前玩City Skylines的時候架起來的 那 那時候其實也是插了很多參考資料 然後 而且它的遊戲操作又不是 你要在3D空間中架這些 就是不是直角 不是45度角 那種基本角度的路線 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 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用最簡單的東西來做 Pro-type就好 他說他也想要做一個用 就是 可以呈現交通 基礎建設規劃那種很 也可以呈現藝術跟有趣的一面的那種玩法 可是不要那麼複雜 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多什麼3D阿 那種很高難度的東西 他就先用 小畫家做Pro-type 然後後來又看到 像Mini Metro Mini Metro他在iPad上面 你可以直接用手指 就可以直接把 節約路線 拉起來 他覺得這樣也是一個很棒的 就是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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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說把這些東西結合起來 那他就做出了這款遊戲 就是Freeways 那Freeways 的 免費版本 這邊也是直接給大家做一個demo 對 那他的遊戲玩法就是一開始他可能就是只讓你看一小塊 然後有 有點像解謎遊戲 就是 有 每一塊地圖有輸入點 有 離開的點 那你要想辦法把 進入離開這些路線全部都接起來 那比如說這邊就是說這邊要走兩個方向 那這邊要走一個方向 這邊要走一個方向 這邊要走一個方向 對 那像這個是我剛剛接好的 不過你也可以不要這樣接 你可以 隨意接 就譬如說 這樣也是會通的 哈哈哈哈 噔 噔 噔 對 然後我們可以SIMINER一下 哈哈哈哈 就是他想辦法把這種都市規劃交通規劃的遊戲 做到就是跟 哈哈哈哈 跟小話家一樣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對 那 你完成一個區域之後 你離開就可以看到一個更大的範圍 那像現在是我 已經把九個小區域接起來 那大家就可以越接越大 越接越大 然後外面還有二十五個 這樣子 對 那 欸 實際上 遊戲的機制 真的要講話也不是非常複雜 就是 剛你看到的那個路線圖 它底下其實就是 一堆 就是向量 連起來的一個路線 那 呃 它總共可以有三種不同的高段差 所以你現在看到那個箭頭有比較亮的地方 就是它比較高的地方 那 目前遊戲其實 機制非常單純 它還不能什麼挖隧道啊 什麼之類的 那些都還不用 就是 它就有三種不同的高段差 然後你可以 想辦法把不同的路線連起來這樣 對那最後你可以接到像這樣子 就是你把每一塊都解了 每一個小塊都解開之後 你可以變成一個超大的這個 像是交通網路這樣子 那其實看起來蠻酷的 那最後一款我要介紹這個叫做 La Tabla 那 應該意思是說就是 the table的意思 就是某一張很重要的桌子 那這個桌子 的 呃 開發者是 這兩位 那 它遊戲在 欸 它這個不算是一款單一的遊戲 它是一個整體的互動裝置 然後 我想大家直接看影片介紹會比較清楚 有在學校 通過類似東西的人都知道 就是跟OpenCD之類的東西 是一定有相關的 那它確實 就是用相關的東西是一座 那你以前也可能看過一些OpenCD做的 這種 互動裝置應用 只是它這個 計畫最特別的地方是 它想要把 就是它 它不是用OpenCD當成做一個 互動而已 它是把非常非常多可能的 互動模式全部都加在一起 然後你可以做Sequencer 然後你可以 就是剛才看到有彈珠台 然後你可以 玩動作遊戲 玩射擊遊戲 都可以用一個桌子完成 然後你可以玩那種很古老的遊戲 也可以玩新代遊戲這樣 然後大家可以用各自的方式 比如說你要 讓大家一起來演奏音樂 大家可以用各自的方式 畫一個圖 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可以播動畫 所以你可以有非常快的 那個動畫 動圖的 就是 手揮動圖的 播放方式的效果 那當然也可以玩遊戲 那整個專案它需要的三個component 就是 一個是你要有 呃 攝影機 然後你要有 一個黑色的桌子 它說一定要最好 就建議是要純黑的桌子 然後上面大部分的東西 是用 就是白色當 做實際上有東西的一個代表 讓OpenCD去判斷這樣 那 其實 其實這個專案是OpenSource的 所以如果你要查的話 你可以直接 呃 在GitHub上查Tabla 應該就會查到這個專案 那我今天沒有辦法demo 是因為它 需要加projector 需要加camera 那 就是demo上太困難 但是 理論上 大家是可以 直接回去把開放環境裝一裝 然後 然後 就可以 試著用這套工具來 搭建一些自己的東西 我覺得應該還蠻不錯 應該還蠻不錯 然後剛剛的影片是在 就是 這個網址 tabla-viva.org 然後 GitHub的位置就是在那邊 就是說大家對這個 開放狀況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上GitHub查 那現場他們在demo的時候 其實是 真的有把一個桌子跟 就是攝影機 還有 還有projector 就是有搭配起來 那 現場他們是秀了 好像兩到三款不同的遊戲 那 這款它 我去在試玩的時候 剛好他在秀的是一個 互相射擊的 大概四到六人對戰的射擊遊戲 那 旁邊的人 微觀者 他不是單純說 只是微觀而已 就是不是只有四個人玩 旁觀者 可以就是說 我就丟一個東西到 廠上 它就變障礙物 或是 我拿一條白色的紙過去 它就變成可以走路 所以 旁觀者可以對這個桌子 做一堆操作 那 再玩的人 它 等於是同時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其實 它變成是一個 很多人可以同時同樂的一張桌子 這樣 然後你看上面 不管擺了什麼 LIDAR的東西都沒關係 就是這些 像杯子啊 剪刀啊 這些都可以丟在上面 那 反正就是透過OpenCD的機制 去做 呃 呃 判讀 那它判讀的 準確度其實還蠻高的 比如說像 畫面上 大概正重要的位置 有一個像8的形狀 這個8的形狀 有些像 它有一個地方剪得比較細 那邊就真的剛好就是 你的飛機就會過不去 所以如果硬開開到那邊的話 就會被卡住 那判斷是滿足的 所以就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這個狀案 那實際上 要架設內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 小的投影機 小的CAMERA 好那今年 確實就是江浙 有一個 XMENO GAMEPA workshop的 這樣的數量稍微少一點 但是我覺得裡面還是有非常多 有趣的點子 那大家可以 回去參考 然後看有沒有受到一些啟發 或者是 有些東西可以跟你自己 做的東西在做結合 那就請大家 就是 呃 有興趣的話可以多關注那個議程 現在那個議程其實 已經是 從去年開始 他們就已經開始把 影片都是公開的 那我們現在這邊還是做 介紹的原因是因為 可以 現場demo 然後可以把大家翻譯成中文這樣 那如果大家都以聽英文的影片 然後不會覺得說 聽兩小時很長的話 大家可以去找 Experital Gameplay workshop的影片 應該 就是 這是一個公開的影片可以直接看 好那就感謝大家 就是 聽到最後